今天柴宝要让我把小妹收了 小妹对她把游网收了 小妹 你要吃我 喝我 我就一个人被我玩 男的就他妈去 你自由了 可以像鸽子一样飞翔了 走啊 你有过去寻找亲生父母的线索吗 如果我去找 那就是为了宣判他们有的罪 这种人 他心里边一定是觉得自己可以掌控别人的命运 既然这件事情 我们俩都这么等 为何还要让更多的人痛苦呢 你想用钱来封住我的口 不可能 以后不管遇到什么困难 照顾好小妹 我会永远保护你的 过去纯真美好 哥 我一辈子不和你分开 命运寒可屈折 我的俩出一 你做个失误 你自由了 可以像鸽子一样飞翔了 灵魂在爱恨中盲醒 我想一辈子在你身边 保护你 我怀孕了 这不是我逍遥 这不是我逍遥 我就是种逃不掉的成子 你明明有爱 为什么一定要选择仇恨呢 痴情的守护 天明幸福还不幸福 你能否换来救赎 小妹 我所做的一切 都是为了能让你更好地活下去 敬请收看童话囊牧剧 七级迷你剧 男歌 每天晚上 我都会被同一个噩梦惊醒 你去救我 在梦里 你想要拼你全力去救的那个小女孩 就是过去那个痛苦又无助的自己 小妹 我 是一个孤儿 这孩子 我养定了 你这个骇人精 你爸要不是为了给你采药 绝不会从南亚子上摔下去的 以后 不管遇到什么困难 帮爸爸 照顾好小妹 老大人 老大人 记住我会永远保护你 说给你嫁上个好公司 我才不会去 我给你别脸不要脸 离开这里 他才能好好地活下去 看普法故事 品百味人生 这里是普法狼剧 我是主持人王小蕾 我们今天继续为您带来的是七集迷你剧集白鸽 今天是第二集 我们说到故事的主人公叫苏娜 她总是不断地重复同一个噩梦 所以她找了一个叫成名的心理专家来帮她做心理辅导 于是伴随着两个人的相遇相识 一段关于图纳过去的故事 就此拉开了序幕 我们知道我们的主人公图纳 她小时候的名字叫田小妹 她有一个无比疼爱她的养父和哥哥 虽然没有什么血缘关系 但是情感非常非常的深 可是没过多久 养父因为到南雅子为小妹采药 结果跌落山崖 不幸身亡 从此就没有了父亲的呵护 哥哥勇往就扮演起了保护小妹的守护者 这么一个角色 后来小妹的养母改嫁 小妹和哥哥一起来到了柴桂家 柴桂家里边还有个弟弟 叫柴桃 一直想对小妹行其不轨 所以有一次趁勇往不在家的时候 就把小妹锁起来 上一集我们就看到这了 小妹能不能逃出魔掌 哥哥能不能回来救她 而且小妹和勇往接下来 在这个家庭里还会遇到什么困境 妹儿啊 今天多大了 干啥 有十八吗 叔给你说话 你说你这么大了 得工作了 工作才能有钱啊 叔给你建设个好工作啊 什么工作 去镇上的发牢 我跟你说 去了那以后 想吃什么吃什么 想喝什么喝 那还有漂亮衣服穿 发廊 我知道那是什么 我才不会去 不是你给脸不要脸是吧 我跟你说 躲得了初一 你躲不过失误 你这辈子就是见发廊的命 在我家吃不多年饭 是不是也该回报回报我了 你要干什么 你还要干吗 干吗 就往明前了 还看不见我 你放开我 你要干什么呀 妹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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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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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小妹 救命啊 救命啊 柴宝要把小妹 由她去 总比在外边惹事强行的 不行 小妹她太小了 不行 我看她跟柴宝到底挺般配的 说不定柴宝收了她 便能把心收了她 这样呢 她就不够招事了 咱们这个地方好过 快走 快走 救命啊 救命啊 绝对不行 我不能让她这么糟蹋小妹 不行 小妹 笑 我跟你说啊 今天柴宝要是我们把小妹收了 说不了哪天 小妹就是把油网收了 你算什么 你算什么 你不是老担心的 你这个宝贝儿子 说这个野种好了吗 他们要真搅在一口 你当里受得了吗 我看她现在就是最好的机会 柴宝把小妹收了 撩我心愿 也除了你的后患 这是一笔多多的好事 不好 我把小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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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命 不行 不能这样 柴宝 汉儿 你听我呢 柴宝 汉儿 你听我的 去玩儿上加喝酒吧 眼不见 心不翻 走 不 不行 小妹 走 小梅 小梅 走 小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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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开 小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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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啊不管用是怎么着 我他们 我他们说吧 小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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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牙子呢 小梅 好事 干嘛,走 看嘛这邪狗 让小梅 吃我 喝我 你得就应该被我玩 满的就他妈去死 去我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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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妹 小妹 快 小妹 走 哥 快 走 小妹 这边 这边 哥 快走 快 哥 你怎么了 小妹 你先走 你先走 那你呢 我回去办你的事 你办什么事 我们一起啊 小妹 小妹 你走 我不走 小妹 小妹 妈还在家呢 我如果不回去 那个老东西会打死他的 走 哥 我们不是说我一辈子不分开吗 哥 等哥办完事 我就去找你 世界这么大 你怎么找我呀 哥 这样 每个月的十五号 你到城里 最高的楼顶来等我 你到城里 我一定会来的 哥 我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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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走 小妹 小妹 我已经把房子给烧了 你也没什么可以担心的了 你自由了 可以像鸽子一样飞翔了 小妹 走 快走 走 再不走 他们就出来了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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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 哥 你还记不记得 在梦里电梯到第几层 十六 那个时候你多大 十六 这正意味着你少女时代所遭受的苦难 你想要忘掉 却根本忘不掉 心里越压抑 她越强大 你以为在现实生活中已经把她忘掉了 可是她仍会以梦的形式出现 在梦里你想拯救那个小女孩 就是那个纯洁脆弱 遭受了重创的自己 可是你发现你根本无能为力 因为她在现实生活中已经真实发生过了 后来你又看到了什么 蓝天 草地 和一只白鸽 对 这都是美好的景象 也正是你心里面所向往的 也许 这意味着一种愈合 受伤的小女孩不在吗 你长大了 与其说这是一个噩梦 我们不如说她是一个美梦 谢谢你 陈医生 对了 我发现了一个小问题 我觉得你在思考的时候 会下意识地去摸自己带的这块玉 哦 对 这块玉 是我养父捡到我时 我身上唯一的信物 你有过去寻找亲生父母的线索吗 我为什么要找他们 他们把才出生一个月的我 丢到荒郊野地 大概是希望我被狗吃掉吧 这么对待亲生骨肉的人 我去找他们干什么呀 如果我去找他们 那就是为了宣判他们有罪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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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吧 好 来 来 来 啊 哈哈哈 你怎么不得了 哎 儿子 怎么了 ankle 啊 哦 我在想我今天的一个客人 我觉得他很奇怪 女的吧 你怎么知道 不是女的 你也不会这么担心 你是替荣荣吃醋的吧 你也别说 你未会替荣荣在英国管不了你 当妈的要替她管你 我发誓 我可是一心一意的等着她 毕业回来以后结婚 您就放心吧 吃水果 那个女探访者哪里奇怪了 干妈说说 是关于她的一段回忆 她说有个人想强暴她 救命 正好被她哥及时发现 然后两人就打起来 后来俩人 放了把火 把柴房烧了 俩人就走了 我在想 这到底是她的一段真实的回忆呢 还是说只是她的一种异想 咋听得这么瘆人呢 她干嘛要跟你编造这么一段残酷的异想 不知道 这正是我奇怪的地方 还有呢 快快说 这个女孩从小是被遗弃的 我问她 你为什么不去寻找自己的亲生父母 她说 就算我去找他们 也是为了宣判他们有罪 也许 丢弃孩子的人 有她的难言之隐吧 这种事也不能轻易原谅她呀 你看啊 一般人 她会说我恨他们 像这种情绪的词语来表达她自己的心想 可是她说的是什么 我要宣判他们有罪 这种人 她心里边一定是觉得自己可以掌控别人的命运 如果发展不好 极有可能发展成危险人物 我看你呀 不是什么心理咨询师 我像个侦探 行了吧 我出去走走 早点回来啊 她说 就算我去找他们 也是为了宣判他们有罪 我去找他们给他们的事 我认为了宣判他们有罪 我认为了宣判他们在那里 陈医生 请问我可以坐下吗 当然 请坐 喝茶 其实呢 作为心理医生和来访者 私下里是不应该见面的 这不是碰巧了吗 要不是今天下雨 我也不会走进这间茶馆的 自然也就不会有这样的偶遇了 其实我一直想谢谢你 自从上次咨询以后 我真的不再做那个梦了 是吗 那太好了 不知道为什么 我对你 有一种亲切感 其实有很多有名的咨询师 但是 我唯独对你 有信任感 谢谢 程医生 在私下里 还真是西字如今 我平时 不是一个话多的人 那您就把这一次 当成是一次心理咨询吧 我会按时付费的 那倒不用 对了 上次梦来的急问你 你哥后来说回去 他干嘛去了 您自由了 可以像鸽子一样飞翔了 走吧 他回去自首了 他不想连累我 才支走我 后来他被判刑了 那你后来有见过他吗 那都是很久以后的事情了 那时候 我还不知道他已经坐牢了 我每个月的十五号 都会在最高的楼顶上等他 那时 我一无所有 你知道吗 我是怎么活下来的 我做过各种工作 我做的都不长 没钱的时候 我睡大街 有人劝我 这么苦 还不如去做那个 但是我再落魄 我也不会出卖我自己 我想我哥出来的时候 我能对得起他 有一天 我给村里的小麦不打电话 我才知道 我哥他自首了 当时 当时 我看了 我看了 在最大的 当时 我真的很想死 我在想 这群白鸽 一定是爸爸派来保护我们的 爸爸说过 他会一辈子保护我们 我不能死 我要等着哥 不论有多久 后来 我还是每个月都去楼顶等他 这好像成了我 活下去的一种精神力量 真看不出 你是我这么多 那是你 还没见过这里的样子 看看 这些人 哪一个人的心 不是千疮百孔的 喂 妈 儿子 你啥时候回来 妈给你饱了汤 你赶紧回来喝吧 你和蓉蓉的事情 要抓紧 现在酒店 要提前一年订呢 妈这几天看了几家 我这忙着呢 先管了 我 这个孩子 我还没打完电话 他就扣了 孩子有孩子的事 你别老叨叨他 一天好几回 你这哥谁不烦呢 你妈妈很关心你啊 真羡慕 我的养母 从小就不喜欢我 我从来不知道 母爱是什么 你对你亲生母亲 一点意想都没有吗 其实 我最近才见过她 你不是说过 你不会见她们吗 不是我找的她 是她找的我 因为一块玉 很多年前 我牵涉进一桩案件 案件 干嘛用这种眼神看我 难道你以为我是凶手 我是受害人 当时 上过报 我的生母 无意间看到了 她不认识我 但是她认得那块玉 我总是会收到 一笔匿名的汇款 所以我就去查了 汇款的来历 就是我的生母 但是 我没有去找她 为什么 我说过我去找她 是去宣办她有罪 我不去找她 是为了她好 喝茶 再说了 她也不想让我打扰她的生活 要不然 怎么会是匿名的汇款 她现在生活的那么好 有一个有身份的丈夫 还有一个优秀的儿子 可你还是去见他们了 她是我未婚夫研究生导师的夫人 对了 忘了告诉你了 我就快结婚了 婚礼在下个月举行 我未婚夫带着我 去请她的导师夫妇吃饭 在饭桌上 我一眼就认出她来了 当然 她也认出了我 整顿饭 她都不敢直视我的眼睛 后来没多久 她就来找我了 师母 这是什么意思呀 是给我们提前的红包吗 这么大手笔 我可担当不起呀 这是 我作为一个不诚挚的妈妈 想给女儿 一点点的补偿 是补偿还是风口飞呀 孩子 我知道你恨我 可我当时真的是迫不得已的 那年 你的生父 把我抛弃了 后来我发现我怀孕 可是医生说 我的死空有病变 如果不把这个孩子生下来 我以后 就不能再当妈妈了 那个时候 我还很年轻 我的未来 也想过正常的生活 孩子 妈妈倒是真的不能把你留在身边 所以 我是被当作一副药 生下来 你对我 就像对待一副没用的药引子一样 随便的抛弃在荒郊野里 对吗 你别这么说 不是这样的 如果你以后当妈妈了 就明白我的痛苦 我现在有家庭 有丈夫 有儿子 我的儿子 他非常优秀 我不希望我的事情 也让他们两个痛苦 可是 面对你 我无敌自荣 我不求你原谅我 我知道自己无法累累 可我求求你 求求你体谅体谅我行吗 既然这件事情 我们俩都这么痛苦 为何还要让更多的人痛苦呢 这所有的痛苦 就应该我一个人来承受 对吗 因为我是一个卑贱的私生女 就应该承受这一切吗 不 不 但你的儿子呢 出身高贵 是你一生的骄傲 你可不允许他受到一点点的伤害 被沾染上一点点的肮脏 不 孩子 你别这么说 你们两个都是我的孩子 我不希望你们任何一个人受苦 你闭嘴 现在 你想用钱来封住我的口吗 我告诉你 不可能 不可能 你不要碰我 在这个世界上 我只有两个亲 一个是我的妖父 一个是我的哥哥 其他人对我来说 什么都不是 我的天哪 我有 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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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无论 老刑 你们 大会 你 大会 大会 你 那 他们 大会 大会 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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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医生 你猜猜我有多大 猜猜吧 不到三十岁 可是我的心 已经六十不止了 可是他呢 已经快六十岁的人了 怎么看上去像四十岁一样年轻呢 他一定过得很轻松 很滋润 对于他来说 丢掉一个孩子 也没有什么良心上的谴责吗 不好意思 我该走了 谢谢你 陈医生 如果有需要 欢迎你来诊所找我 我会帮你的 我一定会取的 变化 뉴스 蔡完全 冲 只 好 开 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苏小姐 这把刀上还刻着你的名字 对 这是我妈去欧洲旅游的时候帮我定制的 全世界就只有这一把了 当然 要喝点什么吗 苏小姐 喝点什么吗 谢谢 不用 你没想到我这么快就来了吧 不 我知道你还会来找我 是吗 因为你还有一些心结没有打开 心理医生果然不一样啊 你还记得很久以前我跟你说过我是一桩案件的受害人吗 记得 很久以前我被老板强奸了 我真可怜 就是男人的一个烦物 他最有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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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一个给啊 看我的啊 大家伙都在哪 诶 轩姐 小妹 中式洗脚 一个小时 八号房 嗯 知道了老板 快点 别让客人等久了 哎呀知道了 行行行 小妹我告诉你啊 这老神可不是什么好东西 你一定得防着点 他刚刚看我的眼神我就浑身不自在 浑身都别扭你知道吗 你瞧你那点小党 哎 诶 轩姐我跟你说啊 这有些客人 他 他 他 我知道 你要碰那种这样便宜的男的 一定得防着点 他们要是敢跟你动手动脚的 就将你几招了 什么呀 就告诉你 真的假的 高总 这下一个项目呢 我已经调查清楚了 我们两个联手合作 绝对发财 高总 高总 你看我们两个什么时候签约一下 我们这两天就把这事落实了 好 就这么定了啊 小妹 你们两个换一下 哎 哎 干嘛要换呢你 哎 这小妹她按的好啊 哎 太麻烦了 这薛味啊 按的特别的力 哎 这面 我按的都不好 小妹 去 高总 感觉怎么样 挺好的 小妹好点啊 小妹 小妹 你走这么快干嘛啊 还怕我吃到你啊 陈老板有什么事吗 没事我都不能找你了 没事我就走了 不不不去 小妹 哥一会带你去呢 酒吧 趁会哥 放会喝点酒酒啊 我不去 我不会喝酒 少喝点吧 少喝点了 老板我不会喝酒 小妹 我不会喝酒 小妹 小妹 老板 小妹 我等你半天了 你走吧 上车吧 我走了 哎 小妹 我是不会感谢你的 我知道你也不是什么好人 我 我怎么不是好人了 你刚才一直盯着我看 我看你是有原因的 你知道吗 算了吧 再见 你 小妹 不 是再也不见 哎 你以前是不是常去金顶啊 你好好 不管遇到什么困难 照顾好小妹 我会永远保护你的 过去纯真美好 哥 我一辈子不和你分开 命运寒可屈折 我的俩初一 你躲过十五 你自由了 可以像鸽子一样飞下了 灵魂在爱恨中盲醒 我想一辈子在你身边 保护你 我怀孕了 这不是我小妹 愁困在残酷中发叫 我就是主逃不掉的成子 你明明有爱 为什么一定要选择仇恨你 痴情的守护 只要你信 才会信 又能否换来救赎你 小妹 我所做的一切 都是为了能让你更好的活下去 敬请收看 古法栏目剧七题迷你剧 白鸽 我们要先来梳理一下 这集当中我们遇到的法律知识 勇往将小妹支走后 就向警方投案自首 声称是自己杀了柴柜 并放火烧了柴家 最终勇往 规定为故意杀人罪 和故意毁坏财务罪 我国新法第275条规定 故意毁坏公司财务 数额较大 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 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者罚金 故意毁坏公司财务 数额巨大 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 判处三年以上 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另外 我国新法第17条 对于刑事责任年龄的规定中指出 已满14周岁不满18周岁的人犯罪 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因此 由于勇往年满14 未满18周岁 且有自首经济 认错态度良好 勇往最终被判处了十年有期徒刑 前面我们讲到了田小妹呢 是因为被自己的亲生母亲抛弃 后来呢 到了养父家 那结果养父呢不幸身亡 好不容易小妹啊 被生母找到了 可是那生母却再次的抛弃了她 所以呢 这个小姑娘 确实身是可以说是非常的曲折 坎坷 后来呢 为了跟勇往会合小妹呢 跟勇往约定 每个月的15号 在城里最高的那个建筑的楼顶上 见面 这个楼呢叫金顶大厦 很多年过去了 小妹总是去 但勇往始终没有出现 因为这个高尾知道 小妹经常出没在这个地方 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因为这本来就是个秘密啊 她怎么知道的呢 那另外苏娜的亲生母亲 您现在看到就是成名的母亲啊 所以苏娜和成名是亲姐弟两个人 那么通过苏娜的一系列的反应可以断定 苏娜早就知道这一切 而且其实她是有意接近成名 这就让人觉得非常的奇怪 你原本其实不知道 她就是一个患者和医生之间单纯的关系 可是现在这样呢 苏娜为什么这么做 而且她还通过这种方式 在向成名不断地去诉说 自己曾经的悲惨的遭遇 她为什么要这么做 如果她是有意而为之 她的目的是什么呢 请您接着看 我是一个死于中心的大老师 我被老板强奸了 我有个赢出名的 我给你考虑 fractional Sophia 你去怎么办 你去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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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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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普法故事品百味人生 我是王焦磊 明天见